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立正 向右看 请 向前 看 收起 立正 丁立东 到 成立 是 成立 下面 请孔局长给大家巡王 谢谢 各位弟兄们 丁立东 已剿共光荣富商 唐局长代表现党部警察局特授予荣誉勋章 丁立东 还荣升为区警察分局副局长 可喜可贺呀 丁副局局长是我们各位同仁的榜样 也就是说 只要剿共有功 不仅能获得勋章 还能升职 更有奖金 您 感谢上风提拔 小的实在受之有愧 毕竟恐惧人被共产党劫走了 哎 共产党哪有这等本事啊 结形事件乃恐惧人 勾结江湖盗匪所为 我已按普通劫匪案上报备案 小弟就请宽心 接受升职和奖励吧 感谢汤局长和孔局长的治愈之恩 本人治恩图报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回来了 给丁队长换药去了吧 来 你不知道 人家现在是孔家镇警察分局的丁子局长了 他怎么会 他生的够坏的 本来啊 我还以为他有麻烦 谁知恐惧人的结形事件 人家根本就不大回事 听说县里的汤局长啊 按照普通劫匪案上报备案了 老冯 谢谢你 哦 这我可听不明白了 你谢我啥啊 你别跟我装糊涂了 不谢你啥 你心里最清楚 我今天特意包了饺子 尝尝我的手艺吧 好好 你过门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包饺子吧 好 我洗把脸 马上就过来 可快点回来啊 要不然都让我跟竹星吃了 吃吧吃吧 管够了吃 吃完了 我再买肉馅 咱再接着包 嗯 哎呀 看看你啊 咳嗽这么厉害 就别抽这烟了 儿子不争气没了 闺女争气 女婿回来 又不能跟她讲 怎么办 郑海和桃子 是多好的一顿 他们感情那么深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更何况咱做父母的 可咱答应了郑海 不把她回来的消息 告诉桃子 咱就得说到做到 哎呀 咱家的闺女 咱个个都那么命苦 哎呀 又来了又苦 女人家出了苦 你还能干什么 那你说我该咋办 那你说我该咋办 我们家的主意 不都是你拿吗 我现在可真没主意了 好了 别哭了 改天 我去看看桃子娘呀 看看她跟鬼剑筹过得怎么样 好了 快睡吧 来 躺下 快躺下 你的意思我明白 就不用多说了 干我们这一行的 就此扶伤 是我们的本分 你真好 真是个好人 要是在以前啊 你这么夸我 我会很高兴 可是现在 作为丈夫 我做得并不够好 不 作为名义上的丈夫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能做你名义上的丈夫 也是我鬼剑筹的福分啊 竹心他爹 活着该多好啊 从小练经一身武艺 就为了这一天 他憋了一肚子的愁气 也盼着这一天出啊 老爸 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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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 我回来了 谢谢你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武装暴动 夺取政权 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必须身体立行 但是 无论从马列主义理论上讲 还是总结我们近几年的实际斗争经验 武装暴动 夺取政权 谈何容易 它需要成熟的条件 老李啊 郊东的现状 你不比我清楚 在郊东的四个县中 我们的党组织 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力量 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 虽然敌人的统治非常残暴 但人民 对敌人的仇恨 已经到了非常强烈的程度 这是我们进行暴动 最有力的时机啊 但是 从整个形势来看 郊东党长期与省委失去联系 又不了解党中央的新进指示 更何况 中央苏区丢了 工农红军又遭受了巨大损失 去向不明 在这个半岛上 即便四个县同时暴动 也会遭到敌人全力以赴的镇压 要想取得暴动的胜利 谈何容易 敌强我弱 敌众我寡 即便暴动取得胜利 那也只是暂时的成功 要想守住它 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容易 如果这次暴动失败 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所受的灾难 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 我依然认为 我们应该继续发展党的组织 扩大力量 等到我们有充分把握的时候 再举行暴动 没有人认为革命是件 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我参加革命之初 谁不认为革命 是有一个艰苦而漫长的时期 谁能够打包票 革命就一定能成功 但我们必须对革命充满信心 不能因为害怕失败 就不进行武装暴动 现在 同志们已经被敌人的仇恨烧红了眼 渴求解放 使人民痛切的呼声 大家已经等不及了 个个充满了革命的激情 时刻准备着 用生命和鲜血 发动武装暴动 既然特委已经做出了暴动决议 我个人服从集体的意志 积极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特委决定 农历十一月一日 文灯 荣城 穆平 海洋四县 一起行动 四个县 成立四个武装大队 由特委主要干部 分头负责 另外 再成立一个与于震海 恐惧人高玉山为首的特委突击大队 组织勇猛的青年党员为骨干 充当这次暴动的突击力量 得手后 撑起暴动大旗 号召沿途群众参加暴动队伍 攻克孔家阵 会合文灯大盾 占领文灯县城 我请求战斗在暴动最前线 我坚信 你是我党最优秀的党员 来 先喝点水吧 这次行动 由朱子同志担任暴动总指挥 监管门灯大队 仙子去西南的海洋县 担任暴动的领导工作 鱼子 你接下来的任务是 去各个秘密联络点 布置行动计划 检查武器情况 城里暴动突击大队 我明白 仙子 你是咱的老领导 咱老门这不说话呀 什么也不说 有心事 心事浩芒连光雨啊 再没问话 你说这词太深 我听不懂 我在想 如果暴动失败了怎么办 失败 这还没出师呢 就想到失败 你这 仙子同志对这次暴动 持有不同意见 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什么时机呀 那等到什么时候 才算成熟啊 女子 你为革命永不回头的志气 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可是革命要成功 就得把最坏的结果想到 就像中庄家 不能光想着有好收场 也得防备着坏年头 革命的大业 千年成千上万革命者的 生死存亡身家性命 咱们不想周全 怎么能行呢 一旦暴动起来 同志们肯定是不顾一切的 勇往直前 只想着公开干 但是千万要记住 可以不暴露的同志 切记让他们过早露脸 这件事很重要 非常重要 玉子 赤子 请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 嗯 记住了 好 咱们 分头行动吧 老领导 这次去海洋 那边我们的力量比较薄弱 来 把这把枪带上 关键时刻用得上 你怎么能把这把手枪给我呢 你们突击大队是暴动的主力 这支枪以后再不能送来人 咱们打石刀 靠的是偷袭 等石刀打下来了 咱们什么武器拿不到 不能光想了如何顺利 如果不顺利怎么办 你放心 我们也会向敌人要枪的 我们也会向敌人要枪的 玉子同仁 你建成的担子很重要 要和同志们多商量 抓紧最后的时刻 做好准备 切莫忘记 胜利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失败一次 咱还有下次 你要记住 像桃子这样的同志 千万不要忘了 我明白 玉子 你还是回去看看 桃子他们家俩吧 再说吧 最近没什么闲工夫 咱们什么时候有闲工夫 等包董完了再说吧 玉子 夫妻是人这一生当中 最宝贵的缘分 一定要珍惜她 可她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 这不是她的决定 是不是她的决定 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 玉珍海 你一定要去看看桃子 你和她不光是曾经的夫妻 更是同志 想想吧 想想你俩在一块的日子 那些朝夕相处 不止为了小家 更是为了革命的日日夜夜 桃子是多么坚强的战士 当你吸收个恶号传来的时候 她不但没有被击垮 反而继承了你革命的斗志 要为革命处立 加住了共产党 桃子 早就不是一个农村妇女了 她是能够为革命 分忧担显的好同志 好党员 我知道 如果她知道你并没有死 她一定会为她改嫁 而痛苦万分的 不过我相信 她知道你活着的时候 她一定比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人都高兴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为别的 就因为你们是最贴心的夫妻 最相知的同志 和最能为革命牺牲一切的 共产党员 好了 我的话就到此为止吧 不过我告诉你 桃子现在是特为指挥部 和你们突击大队的秘密联络员 不管你愿不愿意 过不了几天 你们就会见面的 老领导 你的话我能颠住反对吗 桃子她做的一切 对得起我 对得起亲人 对得起党 可是我呢 自从她嫁过来以后 我不但没给她做过一件新衣裳 吃过一顿细凉 就连一般家庭妇女的那种 温暖我都没给过她 起初我还嫌她累赘 脱后的 其实我都明白 桃子是个好姑娘 好媳妇 你放心 我一定去看她 这就对了 咱们革命者 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神仙 谁又没有几个亲人呢 更何况 咱们离不开亲人的支持和帮助 否则革命怎么能成功呢 难听到 都保重 保重 保重 没准了 别忘了 好 没准 没准 别动 行啊 二女 几日不见功夫舰长 拿着 郑海哥 你真的回来了 二妞 你瞎诈呼啥呢 你怕那个坏地刮 还听不见呢 师父 等暴动成功以后啊 让二妞 拉起是娘子军 专门对付坏地刮这号大坏蛋 郑海哥 这话可是你说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过你现在啊 还得先去把宝田宝川 他们叫过来开会 你啊 还得负责放分 快去 丫头骗子 再练功夫 那骨头也是嫩的 师父 余之善最近有什么动静没有 屁 那个坏地瓜 把你们家当成养猪场了 居然养了二十多头肥猪 他做梦啊 都想发大财 不过啊 他的心思 不在咱们身上 这不挺好吗 你呀 就是实处 屋里坐 武器准备的怎么样 土枪 土药 咱们做了一大堆 还有两框土炸弹 而且咱们还把一些旧的枪刀剑戟 脆火 加了钢 并且还做了一些新刀新毛 好 同志们的枪法练的怎么样 哦 枪药 虽然贵了点 可大伙每天到林子里 打猎练枪法 你那几个师弟啊 没说的 打兔子 一枪一个拳 对了 人员方面怎么样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 都分头联系了一些穷百姓 早就摩拳擦掌 就等着下暴动的命令了 妇女的工作呢 没问题 妇女会啊 早就准备好了 缝鞋做干粮 闹宣传救伤员 听说是为了暴动 可积极了 好 大家记住 十一月初一的这一天 在座的 所有的青年共产党员 都要参加暴动突击大队 我们分成三个中队 先收拾客区乡的敌人 最后 一起攻打孔家大院 明白吗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潜惜练兵 注意防范 郑海哥 郑海哥 坏迪瓜带着孔家镇的警察进村 挨家挨户查户口 收兵器 已经快过来了 来得正好 这不是厨子们口送肉吗 到 回来 同志们 现在是暴动的前夕 我们不能因为一点小事 就扰乱了整个大局 大家这样 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连各自都不去 郑海说得对 咱们不能因小失大 郑海 你赶紧躲躲 行 那这儿交给你了 师傅 没问题 那大家先撤 行 赶紧 快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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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下 看着啊 可不可以不值 爹 有人来啦 老姜头 听好了 上头有令 你这些家伙 通通给我送到葱国所去 哎呀 我老姜头 全凭这些玩意儿 收徒弟传誼 养家糊口 把这些东西 都交到村公所 莫非 你也活我 少废话 这几天 有的地方发现 共党的不轨分子 你懂吗 我姐夫 我姐夫是谁 你知道吗 孔区长有令 所有的兵器 连打兔子 野鸡的土枪土炮 必须都要搅上去 你敢抗令 我就把你绑了 送上去 哦 那共产党 让你们抓的抓 杀的杀 他谁还敢继续作乱 算你说了句实话 我看哪 村里没有谁 再敢跟鱼石匠 学习送死去了 张老头 我命令你 把你这些家伙 随后送到村公所去 若是少一件查出来 我就拿你发办 唐队长 你先带着几个兄弟下去 我跟老江头单独 说几句话 好的 宝川 收工了 让大伙下去休息 好 收工了 收工了 老江头 这是工事啊 我一个当村长的 能不做出点样子吗 其实你是一个闯江湖的 这我还不知道吗 这要你机灵点 我还不对你另眼看待 您这条路 我是一村之长 兵器搅不搅 还不是我一句话 那是 只要你肯出这个 你的那些家伙 保你送到村公所 装个样子 随后我就给你还回来 我一个教穷学徒 混饭吃的 我哪有你想要的 现金白银呢 倒也是 要不这样 你的徒弟挺多 你要是发现 谁私藏武器不缴 你就告诉我 把他绑了 送到区里去 一个人十块大洋啊 你我四六对账 老江头 这么便宜的买卖 你不想做 好 我一定留心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那个秀才姐夫 早就怀疑你 沾上了姓贡的色了 叫我瞄着你呢 可我不信呢 你一个跑江湖的 能干那种事 老江头啊 只要我们哥俩扣手 我保你发大财 全养长村长 发大财 好好琢磨琢磨 我走了 走 好 师父 您这样的表态 做得对 那兵器咱还交不交 交啊 当然交 大伙都回去 把摆在明面上的 土枪土炮 咱都给它交上去 这怎么行 要是都交上去 咱暴动的兵器 就少多了 你怎么不动脑子呀 那有几个黑狗子 会玩咱这土枪土炮的 咱现在 把它放在村公所 那等于敌人 帮咱们保管 等它暴动成功打回来 正好就地去 才派上用场 别急 咱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稳住地 熬到暴动里 这个明白吗 明白 郑凯说得对 就咱们藏的那些家伙 就足够侵袭他们了 对 行了 大伙放心回家吧 没事了 行 好吧 走吧 那我们先回去了 老 老爷来了 大少奶奶 老爷来了 你是余振兴吧 虽说与余振海是一母所生 可是长相作为完全不同啊 好 我的大媳妇有眼力 在粪土堆里捡了一颗珍珠 她人呢 她 她身子不太舒服 睡下了 大少奶奶恐怕起不了身 出去不得 今儿她哪儿也不用去了 我是专门来看看她的 一向穷忙 对你们的照应有所不周 所以来看看 你们有什么需要 顺便跟我的大媳妇说点事 老爷 可是她病了 我起来了 里面屋子窄 你们也都别进去了 我跟大媳妇谈谈家常 怎么 没听见老爷吩咐啊 走吧 走 走吧 我不走 你们都去吧 陪伴管家到南屋坐坐 好好招待客人 走吧 走吧 真心 走 走吧 您是西客 请里边坐吧 这屋子虽说谈不上讲究 倒也清新淡雅 好品位啊 这里怎么能和孔家大院相比呢 你以前没来过吧 无事不登三宝殿 老爷子既然您亲自来了 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 我洗耳恭听 你也来坐吧 这 你要干什么 这孤男寡女能干什么 我知道 你现在对我存有戒心 不过以前我对你说过 这男女之间追求的是两心相悦 两情相怨 这强扭得瓜不甜嘛 你不必对我存有戒心 这么多年 我强求过你吗 这种事情 要两厢情愿才有意思 凡是你使性子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强迫过你啊 老爷子 您今天来 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吗 当然不是 那是为什么 为余振兴 事到如今 也就不用拐弯抹角了 老爷子 我今天 就当着您的面说穿了吧 我是跟余振兴好上了 而且还怀了他的孩子 过不了多久 就要出怀了 孔家镇 马上就要人人皆知了 好啊 你这心 艳福不浅啊 老爷子 您打算把我们怎么办 你是指什么 您是满肚子文章的秀才老爷 装什么糊涂 如果你是说改嫁的事 我倒有个办法 您说什么 古人约 一日夫妻百日人 我到底对你催女怎么样 难道你不明白吗 老爷子 您 您有什么办法 我打算成人之美 您说什么 成全你和余振兴 承认你们这对夫妇 您打算怎么承认呢 这不 你当初立下的 终身首节文书 我都带来了 人间沧桑 世道多变 圣人约 不念旧恶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得了礼 也不要把事情给做绝了 生前多做好事 为来世修福 这人哪 谁没有个七情六欲的 你是一个 有姿色 有胆识的女子 往后会时来运转的 你不必对我存有戒心 圣人约 人无信不利 我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 还会失信于一个 晚辈的妇道吗 老爷子 催你多谢您了 催你永远忘不了 您的这份恩情 我爹在天之里 也会感谢您的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从此 咱们就洗个干净 对了 过去我信笔写给你的诗词 可以还我了吧 大概有十一篇 应该的 我马上拿给您 我马上拿给你 嗯 你叫于振兴 赶紧去寻找于振海的踪迹 交出于振海 否则 你们俩永远也别想在一起 于振海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于振海又回来了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于振海也是人 要吃 要喝 不能老躲在山里面啃石头 你叫于振兴 找他常去的村子打听 人们见他们是亲兄弟 你就不会瞒他 再说我也会派人帮他的 你是说让我用于振海 来换这张卖身器 你很聪明 这个交易不错吧 可是卖身器 已经在我手里了 我不用拿于振海 来跟你交换 因为我不愿意 别人都说 小白菜聪明绝顶 可是在我跟前 他就是傻瓜一个 如果你不愿意 拿于振海来交换 也可以 那咱们还是老规矩 初一十五 那抗还是你的 老色鬼 你还是温柔点为好 你不是怀孕了吗 那就是通奸的罪证 咱孔家的规矩 你没有看过 大概也听说过吧 宗室一百多门 对那些不守节 有通奸行为的寡妇 你知道该怎么处置吗 女的坠石盘 男的装麻袋 都不好受啊 可是文书已经在我手里了 我已经自由了 真的吗 你太天真了 打开看看吧 上面有图章吗 有手艺吗 样样都齐吗 何去何从 你自己看着办吧 空情容 你这个大骗子 老家伙 你给我站住 我给你拼了 虫鬼 给我敞开 小心我敲碎你的脑袋 别开枪 你要不想坐大牢 马上给我滚开 真心 你让他走 滚开 快走 你可告诉我 他怎么你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呀 你 这 叔 你咋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 哪里哪里 快屋里坐 来 我闺女平时就住这儿啊 是啊 叔 坐 这是桃子他妈叫我给你们带的鸡蛋 都收下 叔 您是稀客 走那么远的路 本来就不轻松 还得东西呢 我知道 你不稀罕这几个鸡蛋 可这跟集市上买的不一样 那是那是 叔 喝水 好 桃子 桃子和朱青呢 桃子说 教谁织布什么的 带着孩子出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自己的老婆不在家里好好伺候 跑在人家家里像话吗 叔啊 桃子性情好动 不让他四处走走 我担心会把他憋换了 我这闺女啊 别的没什么 就是性子烈一点 跟他妈一样 你这做姑爷的 可得担待点啊 叔 不瞒您说 能把桃子迎进门 满足了 你瞧 这里里外外 缝缝补补啊 哪样不是桃子操心啊 咱跟以前的官官掌柜 可不一样了 前天啊 桃子还跟咱露露一手 包饺子 哎呀 那可香着呢 我现在啊 都还想吃呢 我不耽误你了 我先走了 叔 吃了饭再走吗 孔家站上我俩闺女 哪不是吃啊 那等桃子回来见一面啊 我先到大闺女那去 他们要是回来 你叫他们到那找我 也好 我送送你 不用送了 忙你的吧 看见你们俩 这么和和气气的 一个戏而过日子 我就放心了 五个小七OR 四十五尺 就看着雨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